什么是性教育? 自古以来,人们对性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其在父母亲与孩子之间更是禁忌话题 这导致了许多青少年只能透过教育书籍、网络或爱情动作片来了解性方面的知识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性教育在青少年教学课程的缺席 我们将其称之为性教育匮乏 性教育匮乏的现况对目前多数的青少年身心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甚至衍生出了人工流产、未成年早期怀孕 艾滋病传播、性侵等社会议题 根据UNESCO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19年释出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提到 全面性教育能够帮助年轻人改善性与生殖健康 其能够帮助年轻人增进关于性、性行为、怀孕和艾滋病等性传染感染风险的知识 全面性教育的内容也包含了社会性别 人与人的相处关系、个人价值、人权等社会议题 然而,全面性教育并不是一个容易施行的教育计划 社会与家长对全面性教育的强烈抵触 以及不符合当地文化与宗教价值观 是阻碍这项企图前行的两大绊脚石 正当世人都不理解如何实施全面性教育之时 性爱自修士的横空出世 让我们一窥全面性教育成功实施的未来 性爱自修士当中的基隐层在学校里公开抨击校方的 性教育教学大纲的不完整以及误导性 其不仅在学校设立一个性心理自商室 也向所有遇到性方面问题的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 以及灌输正确的性知识 这段剧情安排或许放在现今社会有点让人无法置信 但是,这或许将会是教育局 在未来改善性与生殖健康所实施的初步对策 性爱自修士推出后便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回响 这部由Netflix推出的影集 向观众宣导正确的性方面知识 以及提倡性别平等 影集的核心实则为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以及青少年在青春期期间如何与父母相处的议题 性爱自修士在前三季的各方面表现可谓无懈可击 故事兼具了娱乐度与深度 在看得开心的同时也能够发人深省 然而,到了最终继 基本上只有四个字可以概括 那就是大势所望 不瞒各位想而知 这件事是多么的困难 如今,最后的成品已经出街 元老角色的戏份都被压缩 新角色的故事并没有引人入胜 我只能说编剧这次的安排已经是两头不到啊 既无法满足粉丝的需求 也无法在新角色的身上探讨让人影响深刻的议题 注视失败 话说如此 导演也算是成功地在有限的篇幅内将所有元老级角色的故事线给说得完整 立即点选右上角的字卡观看一支四季的性爱自修式剧情大纲 外加 记得订阅我们的红灰影视 并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每一部新影片哦 Otis的角色成长曲线相当诡异 贵为男主角的他 我们鲜少看见他的角色成长 这很大可能是因为Otis游的争夺学校唯一性治疗师头衔的剧情平淡乏味 我不清楚编剧安排这段剧情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大段剧情贯穿了整部影集 其唯一的作用是让Otis与Ruby有更多的相处桥段 进而加强Otis Ruby与Mii的三角关系 再来是安排Jin妹妹当保姆的剧情显得有些多余 这个就好像是因为Jin的前男友Jack拒绝演此影集 没有人能与Jin擦出火花而衍生出来的角色 这段剧情也让Otis与母亲Jin的戏份相对减少 从而导致这对母子关系在第三季和第四季之前没有任何的增进 Otis与Eric的友情线更因为新角色的加入而搞得一团糟 但问题是新角色们的表现以及故事都非常枯燥乏味 让人提不起劲 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完影集后 认为Otis毫无成长的原因 身为同性恋者的Eric应不应该向教会的人坦承自己的性取向 并以同性恋者的身份信奉耶稣 使Eric花了一整计在思考的事情 究竟耶稣会因为你是辣不撇家的群体 而认为你不配成为他的信仰者呢 这究竟是不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举动呢 编剧安排了一段非常离地的剧情展开 让Eric找到各种答案 耶稣以黑人女士之姿出现在Eric面前 并告知他唯有接受自己 成为自己 方能成就自己 因此 Eric一直要当一名能够为人解惑 并引领曾因性倾向而选择躲藏的 Lobby Keyer家族群走向找寻自己的牧师 与其说这一整段剧情发展 都是Eric脑中的幻想 不如说是Eric在寻求心中答案时的自我对话 我蛮喜欢编剧对于Eric角色曲线的描写的 Eric在整部影集中的成长 甚至更胜于主角Otis 再来是 命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总结 根据心理学研究报告显示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 特别是原生家庭 对个人性格起注决定性的作用 并且会造成长期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 蜜语的母亲以及童年经历 是导致其长大后成为厌世 对未来没有憧憬的少女的根本原因 因此 在母亲因毒瘾而离世后 蜜语与自己做了一个和解 其不再因为过去不堪回首的童年经历 而感到自卑 甚至是涉陷自己 其在第三季与母亲的和解 更是我认为 整部剧推动蜜语角色成长的一个阶段 剧中蜜语有两场戏 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场是其在警局前 接收到母亲的死讯后 迟迟因为解不开树毒而留在警局 这表示 他并不能够接受母亲死亡的事实 其多么希望时间能停在母亲还未离世前 第二场则是在蜜语母亲的葬礼 剧情描述蜜的哥哥在葬礼上的食言暴藏 蜜语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 并在葬礼上说出自己对母亲的哀悼词的那段剧情 助食让人感动 蜜语的母亲虽然是个不顾家庭的大混蛋 但其母亲在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 都会帮孩子准备一份简单的早餐 这足以让童年时期的蜜语感受到母亲的关爱与温暖 这两段剧情 确确实实地丰富了蜜语的角色曲线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Otis与蜜语的感情波折 这段关系在最新一季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正当多数人都认为 Otis最终应该与Meef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时 编剧安排了Meef继续在美国求学 Otis选择与他分手的剧情 这显然让一直在刻着对官配CP的戏迷相当失望 然而 我并不是讨厌这个结局的观众 我认为Otis还未成熟到能处理一段远距离关系的程度 因此 这暂时的分开可能是彼此最好的决定 毕竟E-Otis那么没有安全感的性格 这段关系最后可能会因为种种的关系而节外生枝 而在这一整季里 Otis与Meef的感情线也有多加莫 我们能清楚感受到Otis在Meef到美国期间时的不安心 这其实也是编剧在第四季首集 埋下这段关系即将以分手收成的种子 再来 当中让我最感动的莫过于Meef最后写给Otis的告别信 信中道出了本性乐观善良的Otis如何一步步打开Meef的心房 并透过一次次帮同学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将其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中给拯救出来 Otis让对未来感到迷惘的Meef看见了自己的闪光点 并让他了解到了自己最想要的是与他人的连结 最后 Meef甚至提到即使他们两个分隔两并 他也不会忘记Otis 因为Otis正是赐给Mee翅膀 让其展翅高飞的特别之人 这段告别词为这部影集画上了句点 短短的一分钟读白足以让追了四季的我哭成泪人 影片结束之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脑中不断闪现男女主在这四季的相识 相知 相处 再到错过的瞬间 这个结局让我感受到人生的无奈 或许错过的爱情 才是最美的吧 性爱自修士提及了性别认同 性教育不足 父母亲与孩子的相处之道等社会议题 议题当中的安排并不像是其他影视作品那样的蜻蜓点水 其透过一次次深入的心理资商 让观众看见每个角色的成长以及蜕变 影集里清楚地点出了青年在青春期间遇到性方面的事情时 总是避开与他人的一切沟通 一心想着如何独自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羞耻的 不便向伴侣 甚至是父母亲开口求助 殊不知多数的问题都能够透过与伴侣或父母亲的沟通而解决 由此可见 性爱自修 最后 性爱自修士的推荐指数为 四颗星 以上就是今日的影视最热评 我是影视电影的红哥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